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于咱们这个Python的一些方向吧 对吧 其实很多东西不太了解啊 就是关于这个Python 它有哪些发展方向 对不对 有哪些地方 对吧 能够去公同学们去工作去学习的 对吧 首先在这里啊 我们说啊 其实Python 其实是一个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吧 我们Python其实是一门编程语言 对吧 这门编程语言呢 是用来我们人 跟这个计算机去交流的一个一种工具 对吧 一种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实现一些功能 就好比我们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一个Python 对吧 给大家去介绍的Python Python的话呢 首先啊 大家应该听这个名字感觉有点吵 有点吐 对不对 金木 金木水火爬虫 对吧 金木水火爬虫 稍微的有点吐 对吧 但实际上呢 它的一个以前啊 以前它是叫做网络蜘蛛 对吧 网络蜘蛛的话呢 你可以理解我们互联网啊 其实就是一张比较大型的一张蜘蛛网 对吧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蜘蛛网 然后的话呢 这个爬虫啊 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是一个蜘蛛 对吧 是一个蜘蛛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采集这张网上面 这张网上面所有的一些数据 所有的一些信息 对吧 还是我们理工专业就业比较好 这个也并不然吧 对吧 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就业啊 对吧 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大学同学就业 其实对于理工专业同学来说 其实就业更好找工作 其实这是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一个道理 对吧 这是关于 关于咱们这个爬虫啊 对吧 其实大家理解为就是去采集数据 对吧 但是呢 同学你是来找场子的 我感觉 同学你是来找场子的啊 直接给我来 可以学到教了吗 可以学到教了吗 我们是教pathon 你给我来去教啊 我觉得很离谱啊 我觉得很离谱啊 这个关系 我感觉同学你就是来找我场子的啊 我感觉你就是来找我场子的啊 对吧 对吧 啊 这个 加瓦呀 同学们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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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跟咱们这个pathon 对吧 正感觉这个pathon 还有任何的C语言 对吧 C++ 啊 等等等等的一些编程语言 对吧 其实它们都属于一种编程语言 对吧 都是编程语言 以及的话呢 它们其实也是跟我们 都是跟我们人 跟这个计算机去交流的 对吧 交流的一种工具 你不要把它理解为 哎 这个加瓦就一定比pathon好一些 对吧 pathon就一定比加瓦好一些 哎 这并不是的 对吧 只是说它们的一个方向 它们的一个发展方向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吧 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你不要理解为 对吧 我就一定比它好 对吧 或者说我就一定比它差 这 这并不是一个东西的 对吧 以及 你再考虑报不报 对吧 以及关于咱们这个pathon的一个高级 高级课程的话呢 也是教pathon 对吧 也是教pathon 我们的话呢 情能教育其实就是在做这个pathon的一个发展方向吧 对吧 以及的话呢 咱们这个pathon的话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话就是应用于pathon 对吧 以及应用于这个数据分析 对吧 还有咱们去听到的这种网站开发 对吧 以及像你们去听到的这种 哎 大量数据 对吧 就用理工科进行大量的数据计算 对吧 这个是要用到数据分析的一些知识 对吧 要用到数据分析的一些相关内容 对吧 其实像你们去听到的这种人工智能啊 对吧 人工智能 这些相关的东西 对吧 就像你去学习Pathon一样 对吧 其实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往这几个方面去发展 对吧 基本上大部分的同学去学习这些pathon的一些知识啊 就是往这些方面去发展 对吧 去学习这些方面的内容 对吧 那么像咱们这个加网呢 其实 基本上的话呢 大部分啊 其实应用于这个网站开发 对吧 大部分的话呢 应用于这些 人工智能基本与本科无关 对吧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 对吧 你去网人工智能去发展 对吧 你要去考虑一下你的一个学历 对吧 是否支持你往后去的一个发展啊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对吧 为什么我们这个 去能教育 对吧 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去学习人工智能 不推荐大家直接去网人工智能去发展 对吧 也就是关于你这个学历的一个原因吧 对吧 其实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 对吧 关于这些东西啊 对吧 关于这些东西 关于咱们这个爬虫 对吧 以及数据分析 以及网站开发 对吧 我们经济教育是做的这三方面的一个课程 对吧 以及我们关于我们工智课 所谓的大部分的一些案例啊 其实就是这三方面的 对吧 那么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爬虫啊 对吧 爬虫是用来做什么 数据采集 对吧 数据采集 也就是像你们在网站上看到的这些文本啊 对吧 这些图片啊 对吧 这些这种视频 对吧 音频 VIP的一些付费 付费的一些东西 对吧 其实都可以通过爬虫的一些程序进行采集 对吧 那么我们爬虫实际上出来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对吧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 你可以看到 对吧 像我们的人工智能 对吧 以及像我们的一个大数据 对吧 或者说像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析 对吧 实际上呢 像这些方向 实际上呢 都需要什么呢 实际上是统一的规范围 都需要大量的数据 对吧 都需要大量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从哪里来呢 对吧 首先 对吧 首先第一个 对吧 就是咱们这个爬虫 对吧 就是从我们爬虫程序来 对吧 其实第二个 就是你们去遇到的这种 像很多东西 对吧 可能会有一些公司的原始积累 起来的数据 对吧 有这两种嘛 大部分的话有这两种 对吧 要么就是你公司本来就有的 对吧 要么就是爬虫程序去获取的 其实大部分的一些数据的话呢 其实都是通过爬虫去采集的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爬虫程序啊 其实就应用到了 对吧 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 对吧 如果说人工智能 大数据 数据分析 没有数据怎么办呢 对吧 没有数据怎么办 对吧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对吧 其实大家应该了解过 人工智能为什么需要大量的数据 对吧 它需要经过一个 它的一个模型进行一个训练 对吧 训练之后呢 将它的一个算法模型啊 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对吧 包括说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种车链网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种 其他的一种东西 其实都是经过了大量数据的一个 一个的一个训练之后 才能达到与人去交互的一种次能行为 对吧 以及像大数据数据分析 就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对吧 肯定是需要大量数据的 对吧 这个大量数据从哪里来 我们爬虫就是一个 作为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 对吧 以及像大家去听说过的 这个爬虫能做这个抢票程序吗 能做 对吧 能做这种 像你们遇到的这种这种抢票啊 对吧 不管是哪种抢票 以及或者其他的一些 像你们刚刚课前给大家去看到的一个 去下载这个VIP的一些音频数据 对吧 怎么去下载 也是里不该爬虫 对吧 像其他的一些内容 对吧 其实大部分的一些脚本啊 其实都可以通过爬虫去做 对吧 这是关于咱们爬虫啊 在咱们互联网上提到的一个重要性 对吧 以及像咱们数据分析 其实也并不然了 对吧 大家应该 应该知道的 对吧 以及像这个网站开发 对吧 数据分析的话呢 是对于大量数据进行分析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分析数据当中潜在的一些价值 对吧 去帮助咱们这个 帮助什么呢 帮助这个公司去赚钱 对吧 能够去帮助公司 赚更多的钱 对吧 以及像咱们这个网站开发呀 对吧 其实就是去开发一个 像你们去遇到的这种知乎啊 对吧 这种豆瓣啊 或者说这种百度 这些其他的一些网站那些平台 对吧 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开发 进行一个建设 对吧 以及国庆就要抢高点票了 不知道抢票钱能不能决会 这个同学建议还是一步一步来啊 对吧 一步一步来啊 像这个12306啊 你直接就奔着这个抢票去走 我觉得还是这个想法是比较危险的 对吧 比较危险的 其实像这些这些东西吧 像这些方向吧 对吧 建议同学们 对吧 一步一步来 对吧 不要 不要直接 直接就什么呢 直接就往这些 直接就往这些 方面 冲 对吧 这是不太现实的呀 同学 对吧 学习肯定是要一步一来的 对吧 包括说你为什么 对吧 从小学开始 你就要去学习一加一等于二 而不是说直接要你去学习什么 对吧 学习像咱们的这个什么 对吧 像柏努利 贝耶斯 对吧 不是说学习这些东西 对吧 这是有原因的 对吧 要一步一步来 对吧 车票提前几天买 这是关于这一个点 对不对 关于这个点 就大概就说到这里吧 关于咱们的爬虫 对吧 然后今天的话 给大家去写一个爬虫程序 对不对 写一个爬虫程序 对吧 去采集这个户外漫画 对吧 别说了 两点准时都抢不掉 抢不掉 这个确实是一个 比较超弹的一个东西 对吧 比较超弹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对吧 同学们 放假想要回去啊 还是得提前买票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就来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课题 来到咱们今天的这个 采集这个户外漫画 对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吧 对吧 开始 首先的话呢 在我们写代码之前啊 还要给大家去 还要给大家去啰啰几句 还要啰嗦几句 为什么呢 对吧 因为像咱们爬虫 其实有一个 大概率的话 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对吧 就是怎么去采集这个网站数据 其实的话呢 也有一个相对来说 对吧 固定的一个流程啊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今天啊 是要去采集这个漫画网站 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 从第一话开始去采集 而不是说 直接给大家去全部采集 好吧 不是说全部采集 全部采集的话呢 可能会有点懵逼啊 好吧 那么我们首先去采集第一话 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的一个目标啊 就是去单张节制采取 啊 爬虫 哎 单张节 哎 我操啊 我拼音不好吗 哎 是我拼音不好吗 我这个拼音没没打错吧 单张节 爬虫 对吧 好 在这里啊 对吧 我们首先第一步单张节爬虫 那么对于单张节还是多张节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啊 都是一个道理 我们首先第一步啊 就要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受害者 对不对 啊 找到受害者 吧 那么关于受害者 其实就是这个网站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个网站 第一话的这个网站 大家 啊 啊 这个图片对吧 还是比较比较的美观的 对吧 啊 比较的好看的 对吧 那么刚刚同学们应该看到了一个东西 什么呢 啊 不是说这个图片啊 不是说这个手艺啊 不是说这个 还是说大家刚刚应该看到了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 对 哎 看到没 看到没 刚刚这里看到没 它是一个动态加载的 对吧 它是一个动态加载的 对不对 后续的一些内容啊 它前面的话呢 只出现了第三章 这个后面我们再去讲吧 对吧 这是我们第一点 对吧 其实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要像啊 你这个同学 对吧 这个我和和同学 对吧 对吧 其实第二个点啊 就是希望咱们这个受害者 对吧 去发送 发送 哎 发送网络 请求 对吧 我们去请求这个网址 也就是说我们去访问这样的一个网址 对不对 啊 我们去访问这个网址 就是相当于你们来说人为的去打开这样的一个网址 对吧 啊 其实第三个点啊就是去获取 数据 对吧 去获取数据 当然我们要实际上啊 要获取的数据不是说这样的一个美观的一些东西 对吧 而是说呢什么呢 而是说它的一些元代嘛 对吧 它一些与网页的一个元代嘛 对吧 你不要看这个网页上啊 这个这个网站啊 对吧 表面上这么光鲜亮丽 对吧 实际上背地里呢 对吧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那个网页元代嘛 对吧 但是同学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 哎 什么问题啊 我什么网页元代嘛 右键没有卵用 对吧 打不开它这个网页元代嘛 对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怎么办呢 对吧 打不开没关系嘛 对吧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网页元代嘛 对吧 啊 网页元代嘛 告诉大家一个对吧 有意思的问题 有意思的东西 对吧 把这个东西啊 把前面这串东西给它复制下来 对吧 然后给它什么呢 然后给它粘贴到这里面来 对吧 它右键不让我们看 那么我们想办法看 对吧 我们想办法看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吧 里面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其他的一种方式嘛 对吧 报告一次磨告一张 它不让我们看 我们非得看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哇嘴 累积丢包过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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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个网址能发一下吗 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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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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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操 操 不好意思 哎呦我操 直接给我转懵了 这个东西直接给我转懵了 吃了点小问题啊 吃了点小问题 可能对吧 可能有人拔了我的网线 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操 哎呦 怎么还有这种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刚刚按了一下这个东西 按了一下这个东西 不小心把这个网线给大家拔了呀 我操 这个时候就需要暂时去喝个水了 先喝个水啊 缓解一下我的紧张 我操 好吧 在这里啊 对吧 我们来到了这个网站 对吧 刚刚可能是呢 不小心打开了它的这个原代码 然后给我整了一些小事情 对吧 好吧 在这里还是这样的网址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去里面啊 在这个网址里面啊 可以去搜索一个Image 对吧 网里面去找吧 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图片 对吧 看到这些图片 我们去点击看一下吧 对不对 哎呦这不是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请求的一个数据 对吧 啊 那么其实像我们这个爬升程序啊 去请求任何的一个网站 对吧 它去请求之后呢 其实返回给我们的数据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一些网页的一些原代码 对吧 就是这些数据 你不要看着它对吧 看着它是表面上好像很好看的样子 对吧 其实它背地里呢 就是这种 这种 稍微稍微丑一点的代码 对吧 稍微丑一点代码 好吧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就要请求发送请求之后 获取的就是这些代码 对吧 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往这些代码里面去 要去提取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内容 对吧 不可能说 我直接把这个里面全部取出来 对吧 取出来之后呢 管理什么是什么 对吧 全部给它保存 这肯定是不现实的 对吧 那么我们实际上要请求的什么呢 要拿到的是这些网址 对吧 这些数据 把这个图片数据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啊 就是 嗯 现在就假设吧 对吧 假设大家已经提取到的数据 对吧 那么我们就要获取数据 对吧 获取数据就是获取嘛 获取元代码 对吧 然后第四步的话呢 就是去做什么呢 去解析嘛 去解析咱们这个网页元代码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筛选 对吧 去筛选的一个过程 对吧 里面的话呢 是提取 提取某一个什么呢 每一张 每一张这个图片 的链接 对吧 图片 每一张啊 每一张 图片 每一张图片的链接 对吧 然后第五步的话呢 那才是保存 啊 保存这个图片 数据 对吧 啊 这是我们单张 节的一个扒取 对吧 当然最后的话呢 还有咱们这个 啊 关于后续的话呢 还有咱们这个第二本 对吧 第二个这个 整本 漫画 扒取 对吧 这肯定是要讲的 对不对 不可能说我带着大家去采集这个第一张 这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吧 那肯定是整本都要嘛 对吧 包括说后续可能同学们 诶 我去扒取里面所有的一些 对吧 所有的一些网站 网站上面所有的一些漫画 对吧 可以实现吗 可以实现 对吧 好吧 都关于这个 对不对 整本漫画的扒取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对吧 其实也是差不多 后面再讲吧 是吧 咱们首先把这个第一个章节啊 给它搞定 好 在这里的话呢 首先我们出去找到受害者 对吧 受害者我们肯定已经找到了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发送这个网络请求呢 对吧 那么肯定我们要导入一些工具 对吧 这个工具就是相当于啊 你们吃饭用的一些对吧 一些东西 一些筷子啊什么的 不可能说你要去吃饭的时候 对吧 像这个木东有事同学 对吧 你去吃饭的时候 不可能说你还要去手动的 你去造一封网块 对吧 这肯定是不现实的 对吧 我们肯定要用到一些工具 去帮助我们发送网络请求 对吧 这是发送网络请求的工具 的工具 对吧 发送网络请求的工具 那么我们刚刚啊 通过这个request 点上了一个get 就是相当于啊 往这个网站 去发送一个请求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发送请求之后呢 肯定会给我们返回一些数据 对吧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数据内容 对吧 这个东西肯定要给到我 不给到我 我就把这个网站给它搞封 对不对 好吧 那肯定要给到我的 对吧 在这里的话呢 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些数据啊 这些数据内容 我现在暂时啊 用一个request box 对吧 request box去接收一下 对不对 接收完之后呢 这个就是去 就是 发送网络请求 对吧 这是第二步 第二步 对吧 其实第三步 我们你可以去打印一下嘛 对吧 打印一下 里面有没有数据内容呢 我的那个没有返回 对吧 那么我运行之后呢 肯定是 对吧 没有返回的内容 对吧 它没有给我返回 这些我想要的网页元代码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呢 对吧 这个郭语鹏同学 知不知道 对吧 这是为什么 对吧 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告诉你 就是去告诉你啊 告诉你啊 访问成功 告诉你访问成功 但是呢 对吧 但是 没给你数据 但是没有给你数据 对吧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 在这里啊 我们直接去通过一个get去访问它 它实际上给到我们的 不是网页的一个原代码 对吧 给到我们的 却是网页里面的一个 响应成功的一个通知 对吧 就是告诉你 就好比你们去追女朋友 对吧 去找女朋友去内查一样 对吧 它告诉你 诶 我 你去追女朋友一样吧 你去追女朋友 对吧 追一个女生 对吧 你去跟她表白 表白之后呢 诶 她告诉你 对吧 告诉你 我同意了 对吧 但同意之后呢 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内容 对吧 后续的一些相关 你可能要跟她去 跟她去哪个街道上去玩一玩 对吧 到哪了 哪个树林里面去玩一玩 对吧 或者说你去 去哪些地方去玩一玩 对吧 这都是可能的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你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而是它里面的一个内容 那么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点上一个test 对吧 去获取里面的一个网易内容 好吧 去获取里面的网易内容 那么我们再次运行看一下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就有了 有了我们所谓的一个数据 对吧 是不是就有了我们所谓的一个数据 对吧 这个数据实际上呢 就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网易元代码 它是一样的 对吧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网易元代码 可能是一样的 对吧 看到没 是不是一样的 当然布局可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对吧 但是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 对吧 内容是一样的 那么就够了嘛 对吧 我们直接往这个里面去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些图片数据啊 对吧 一些其他的数据就可以了嘛 对吧 这是关于这个点 这是我们所谓获取到的一个网易元代码 对不对 这是这一步做 对吧 第三步啊 同学们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暂且用一个html 对吧 达塔 给它去接受一下 好吧 用一个这个给它接受一下 然后这个html达塔 就是我们现在所获取到的一些数据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解析我们的一个数据嘛 对吧 要解析 对吧 怎么去解析呢 要通过一些工具 对吧 这个工具呢 肯定里面也有一些方法 可以去直接帮助我们去解析 对吧 这里的话呢 我是用到了一个parser模块 对吧 parser模块的话呢 里面呢就封寒了 封装了大部分大量的一些这种提取的一些方法 对吧 像我们珍藏去看到的这种css 对吧 xpass 对吧 以及21 其实可能也有 不过不太好用 对吧 像其他的一些其实都有 对吧 它就帮助我们去提取 网页数据 对吧 提取网页的一个数据 对吧 郭宇彭同学之前有没有去 听我们公开课有没有去学过 对吧 我操今天好像这个系统个人学员贼多啊 像我们这个威廉同学 这个虾米同学 我操 你们作业都做完了吗 就很离谱 这是关于这个点 对吧 这个parse 我们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提取 网页当中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是怎么去提取呢 首先啊 要告诉大家 我们去获取的一个数据内容啊 比较少 那我 好吧 那我下次我把这个东西啊 跟我们这个正经老师说一下吧 跟我们正经老师反应一下 你可能是觉得比较闲了 跟正经老师反应一下 对吧 让你这个 不太轻松一点吧 开个玩笑 在这里啊 我们是对吧 用的这个parsement块去提取网页当中的一个数据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怎么去提取呢 对吧 现在作业需要了解 了解内容 我不需要太认真 那好吧 哎 没办法 没办法 对同学们压力太小了呀 可能同学们就飘了呀 怎么办呢 对吧 在这里啊 我们要去提取 每一张的一个图片链接 对吧 这个链接它在哪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一些图片链接 其实都在这个地方 对吧 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去提取呢 对吧 它有一些规则 对吧 以及包括说呢 我们现在获取到的这个HDMI data 它是什么呢 它要给大家一个 一个内容啊 其实它的话呢 现在是一个字符串 打字符串 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HDMI data 对吧 把它变成一种 变成 变成 变成对象 可以什么呢 可以通过 里面的一些网页 代码的语法 提取 里面的数据内容 可能同学们听着 对吧 可能听着有点懵 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样的 因为像我们的一些网页段的一些内容 对吧 其实不管是这个HDMI 还是CSS 对吧 还是这个GS 它们的话呢 就是我们网页端的一个组成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CSS的一个语法 那么CSS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样 你们看到的 在我们网页当中啊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标签 对吧 我统一称之为标签 对吧 包括我们 一个专一数语吧 你可以联集一个专业数语 对吧 像现在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link 对吧 有一个link 然后下面也有一个link 对吧 下面呢 后期的话呢 有一个style 对吧 以及包括后面的话呢 有body 有div 对吧 这些内容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网页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吧 它们都是通过这种 一个一个的一对一对的标签 去组成的 对吧 啊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想要获取到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里面的一种标签 对吧 以及包括说它里面有一个class 对吧 class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div 有一个属性 对吧 可以通过这种属性去获取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把暂时啊 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对象 可以去直接啊 拍手点上一个select 当然注意同学们 这个select是大写 是大写 这个select 这个s是大写 你不要把它搞成个小写 然后告诉我这里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 对吧 我也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好 这是关于这个select是大写 好吧 是大写 重复三遍 重要的事情重复三遍 这是大写 好 在这里啊 我们现在用一个变量给它接收一下 好 用一个变量给它接收一下 那么这个变量 现在啊 我的这个网页内容啊 其实像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对象了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一个网页原代码 去获取到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具体的话呢 怎么去获取 首先啊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吧 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通过F12 调出这个开发者工具 是这个开发者工具啊 就是像我们程序员啊 对吧 一般正常来说去开发一个网站上面 对吧 开发一个网站 或者说我们爬充程序员 对吧 去采集数据内容 必须要用的一个工具 对吧 在这个工具里面呢 首先啊 就要跟大家去讲的 对吧 首先我们要去讲这个 啊 讲这个element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本杰克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 啊 它是个什么呢 它是个元素面板 对吧 元素面板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可以把这个要悬浮到这个里面 对吧 点击一个这个 然后悬浮到这个上面 对吧 就可以找到我们图片数据内容 对吧 这个图片数据内容 对吧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标签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 对吧 可以通过你会看到 我们所有的一些标签啊 所有的一些图片 其实都在这个里面啊 都在这个里面 我们悬浮到上面 对吧 你会发现所有的内容都被选中了 对吧 所有的内容都被选中了 那么我们展开它 对不对 展开它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所有的图片内容 对吧 那么当然它是在每一个DIV下面的 对吧 某一个DIV下面 他们都有图片内容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通过它 对吧 可以去查找一下啊 然后前面的话呢 我加上一个点 吧 往下面去走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查得到 所有里面的这个内容 对吧 那么当然的话呢 我们肯定也是通过这个select 对吧 我们是通过的一个css语法 去查找到里面的内容 对吧 这里也是要用css 对吧 点上一个什么 点上一个 把这个复制一下 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内容 对吧 拿到里面的所有DIV的一个内容 对吧 啊 具体的话呢 我们可以实际上 可以去打印一下嘛 对吧 可以去打印一下啊 puzzle是不是要下载 对吧 puzzle是需要额外安装的 对吧 是需要额外安装的 为啥不 这个都一样的 同学 这个微量同学都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都一样的 这个导入这个模块 其实都一样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好不好 你不要去过多的久久于这个 对吧 都是一样的 对吧 可能是我的一个习惯问题 对吧 可能是你的一个习惯问题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都是一样的 好吧 对吧 好 赞出信喝口水啊 好吧 那么像现在的话呢 我就提取到了这个内容 对吧 提取到了这个里面 这个标题里面 有我们所谓图片的一些内容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呃 通过一个点上一个get 对吧 去查找 对吧 去打印一下吧 对吧 去打印一下里面的内容 那么当然的话呢 我们现在啊 用一个 直接去打印吧 直接去打印 好吧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对吧 去打印一下它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一些图片内容啊 对吧 所有的图片内容 那么我们具体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往里面去提取 对吧 接着往里面去提取 对吧 下面的一个对吧 你会看到 它们外面是通过它包起来的 对吧 里面的话呢 它还有咱们的这个 像咱们的这个DIV 对吧 它再往里面走 它还有一个image 对吧 image 那么我们想要的是不是这个图片内容 对吧 想要的是这个图片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去提取图片的一个属性呢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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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属性 内容 对吧 怎么去提取 实际上非常简单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image这个下面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imagine 然后两个冒号 attr 对吧 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填写这个src 对吧 就可以去拿到这里 这一个链接 这是一个图片的链接 对吧 这是一个图片链接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去试一下 对吧 我们去运行一下嘛 当然报错了 他给我报错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 我这里只写了一个吗 不好意思 对不对 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图片嘛 对吧 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图片 当然这里我想要所有的图片 对吧 怎么办呢 这个get 这个get 对吧 是获取 获取单个 单个属性 内容 匹匹到单个 那我就获取 那么我们可以去获取所有的 get out 对吧 去获取 所有的标签 主性 啊 标签 内容 获取到所有的标签吧 啊 标签 对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获取到 获取到所有的啊 对吧 然后再次运行一下 诶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内容啊 其实大部分都给我整理成了一个列表 对吧 都给我整理成了一个列表 对不对 啊 以及我们后续所有出现的一些图片啊 对吧 都给我们整理成了一种列表 对吧 在这里我们点击第一张图片看一下 对吧 以及第二张 对吧 其实对应者就是我们现在网页当中啊 去产生的一些图片 对吧 就是这些产生的一些图片 好吧 好吧 这关于这个点 对不对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通过它去进行下载了 对吧 就可以通过它 它现在是一个列表 对吧 这个列表我现在暂且给它命一个名字 叫做这个 嗯 嗯 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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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它去接受一下 对吧 那么具体的话呢 它是一个列表 对吧 现在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个for循环 对吧 循环里面的一个内容 啊 image list 啊 去拿到里面所有的一个图片 对吧 拿到里面所有的一个图片 对吧 当然这个图片我通过这个去打印一下 对不对 啊 这里打印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图片内容 哎 那时候同学们会发现一个小问题啊 呃 现在这个图片它貌似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对吧 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啊 这里我们暂且先下载它吧 好吧 对吧 暂且先下载它 好吧 具体的话呢 怎么去下载 我们暂且啊 要给这张图片命个名字 好吧 这个名字的话呢 我我这里选择的话 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index吧 index等于1 好吧 index的话呢 就是我们图片的一个名称吧 然后的话呢 里面同样啊 我要通过这个request的 然后里面点上一个get 对吧 把这个图片链接一个地址啊 把它传进去 对吧 传进去之后呢 它会给我们去返回一个content 哎 这里content有东西就会有问题了 对吧 这个content 啊 content是什么啊 是 是我们这个网页当中的一个二进数据 对吧 二进数据 呃 要是网页数据也更新 然后我怎么存到同一个文件夹呢 呃 这个你可能涉及到后续的一个增量爬松了 啊 后续的增 设计到我们这个是快笔光架当中的一个增量爬松 对吧 后续的话呢 呃 在我们系统客人当中也会有啊 啊 爬松的一个客人当中也会有啊 对吧 怎么去更新自己下载的一个内容 对吧 啊 对吧 哎 那个gif 对吧 下载的内容好像打不开 对吧 后续我们啊 这个坑我踩过啊 对吧 我给他去讲一下嘛 对不对 啊 后续我去讲啊 现在我暂且想给他下载下来 对吧 暂且先给他下载下来 啊 像我们这个二进数据呢 对吧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就遇到的这种图片啊 对吧 这个视频 对吧 以及咱们这个音频 实际上保存下来都是一种二进数据 对吧 那么像这种图片的话呢 我去返回它 其实也是一个啊 imagine 一个data 也是一个二进数据 对吧 啊 在最后面的话呢 我们位置一个open 对吧 去保存一下它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给它存在这个邀成记里面 我暂时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啊 呃 我之前下载过啊 我把它干掉吧 对吧 对吧 在这里啊 我给它存到这个邀成记里面吧 啊 1 1 神记 啊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给它命个名字吧 啊 名字的话呢 叫这个啊 加上一个index吧 啊 index 然后点上一个jpg 对吧 点上一个jpg 还有一个写入方式嘛 model 写入方式是二进制的一个写入 i这个f 啊 二进制的写入 要注意图片什么的 都是二进制的写入 对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f点上一个what 里面的话呢 去填写咱们这个imagine的一个data 是吧 最后的话呢 保存之后呢 我把这个图片啊 i对吧 i我给它 呃 加等一个1吧 啊 i加等一个1 也就是循环 不是index 不好意思 啊 加等一个1 对吧 好 在最后面啊 我们再次运行一下吧 对不对 啊 报错了 我差我报错了 啊 这里要转成一个字符串吧 对吧 再运行看一下吧 哎 下载完了 对吧 下载完了 我们浅进去看一下吧 对不对 在这个邀神记里面 哎 第一张内容都有 对吧 然后呢 第二张也有 对吧 第三张也有 对吧 但是从第四张开始就出问题了 对吧 从第四张开始就出问题了 啥也没有 对吧 到后面啥也没有 对吧 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去看到的 哎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对吧 啊 这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动态加载的一个问题 对吧 其实在我们课前的话呢 也给大家去讲过 对吧 在我们 在我们翻译的时候 刚刚也给大家去提醒过 我们往下面去翻一下吧 对吧 现在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进度条 对吧 现在是这么长吧 对吧 我们往下面去翻 啊 这是第二张 这是第三张对不对 第三张路边 哎 往下面去哎 看到没 这后面是后续加载了 加载下来的一个内容 对吧 你会看到这个进度条 对吧 啊 它都变短了 哎 对不对 对吧 这是一个后续加载的内容 啊 这个是我们简单当中会用到的一个 Jax 一个易步加载的一个技术 对吧 啊 一个易步加载的一个技术 那么具体的话呢 像后面的一些内容 对吧 我没有下载出来 对吧 怎么办呢 对吧 实际上啊 非常非常的简单 啊 其实非常简单 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所有 在这个网站上面啊 所有的一些漫画 对吧 前几张 前三页啊 其实都是什么呢 都是动 都是我们访问这个页面会加载出来的 其实后续的一些内容呢 是我们手动的拉到这里 刷新之后才会出现的内容 对吧 才会出现的内容 那么我们怎么去获取呢 实际上在这个网页语言代码当中啊 啊 仔细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 仔细的同学 这里是我们刚刚获取下来的内容 解析下来的内容 仔细的同学发现前面的一些内容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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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学们你会发现 诶 这是啥 对吧 这是啥 这是啥 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诶 对不对 这是不是第四页的一个内容 对吧 是不是第四页的一个内容 对吧 以及包括说向后续的话呢 我们把后面的一些内容 全部给它复制 往后面去看一下嘛 诶 是不是第五页啊 对吧 对吧 我往后面再去看 对吧 是不是第六页啊 我唱 对不对 好吧 那么在我们这个网页的那种 实际上已经存在了这个图片 只是说呢 在我们这个网站当中 没有去加载出来 对吧 那么我们的一个提取规则 是不是可以去改一下 对吧 这个提取规则是不是可以改一下 对不对 你会发现到我们这个图片当中啊 对吧 你看这个网页的嘛 对不对 它那个数据在我们这个后面 对不对 在这个data 在这个image 不是在这个src里面 而是在后面的这个data-echo里面 对吧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现在啊 我们拿到了这一个 对吧 我们现在前三张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这是前三张 然后前面一个sub吧 对吧 这是截取下来的内容 对吧 以及后续端的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里面的话呢 也是这个 历史的 对吧 历史的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用一个这个slet 同样的一个规则 我进行一个提取 对吧 提取之后呢 我把后面的一些内容啊 把这个atdr 然后的话呢 把这个属性全部给它获取到 是不是可以 同学们 可不可以 可以的话呢 对吧 还是给我敲个1看一下呀 好不好 对吧 不要让我感觉很孤单呀 对吧 是不是可以 哦 哦哦哦 对吧 还是很配合的啊 同学们 对吧 小伟同学直接给我来了个2 你是觉得这个规则 它不行吗 它不行吗 对吧 它是可以去拿到的 对吧 它是可以拿到的 你是哪里没有听懂 对吧 哪里没有听懂 你可以跟我讲啊 好吧 啊 刚刚选择这个点康 点康配置 对吧 这个有两颗比配 呃 用的时候不能直接div image下去吧 啊 这个地方为什么有两个呢 啊 为什么有两个 实际上就是因为 呃 在这里还有一个 实际上就这里还有一个 能看懂吧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 啊 这个这个 这个 是不进行提取的 好吧 这个是不进行提取的 好吧 能懂我意思吧 啊 这个是不进行提取的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网页当中啊 啊 它有两个 对吧 第一个是这一个 对吧 第二个是下面这个 啊 这个样式它是不做提取的 对吧 它是不做提取的 啊 今天还有同学 来个二 给我来个三 过以捧同学 啊 过以捧同学 我建议你后续 啊 后续你可以学一下 啊 爬松的一个高级客人吧 啊 你可以了解一下吧 啊 啊 我操 这个基础 啊 这个基础的话呢 对吧 啊 后续你要去学习爬松的基础啊 实际上也是需要去了解的 对吧 啊 我操他妈的还有事 你是在故意 故意来找我厂子的 我感觉 对吧 啊 故意来找我厂子的 对吧 啊 啊 像我们这个爬松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也会去讲这些内容吧 啊 也会去讲这些内容吧 啊 啊 后续的话呢 你可以去跟丸子老师商量一下 啊 或者说跟木子老师商量一下 这个东西要不要去后续的去学习啊 对吧 啊 如果说呢 啊 你对于这个爬松你只是学习的基础 对吧 基础什么呢 基础是只是给大家去入一下门的 对吧 以前呢 如果说有些同学对吧 没有听说过Person 或者说你没有去了解过一些 编程语言的一些基础 这个基础可能是需要大家去学的 对吧 以及像咱们这个高级开发呀 对吧 啊 像咱们这个面向对象 对吧 GUI的一个编程 对吧 以及像你们遇到的这个数据库 对吧 啊 还有这个Lineux这些操作系统 对吧 怎么去操作对吧 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爬松课程啊 啊 尤其是像很多同学 对吧 你没有去学习过爬松 以及包括说你听咱们本节课 你如果说咱们觉得版 这几个还难度非常大的话呢 那么建议同学 啊 不要犹豫对吧 建议同学不要犹豫 啊 木制老师那边不要犹豫 啊 因为你的一个基础可能相对来说 太差了一点 对吧 啊 太差了东西啊 啊 刚刚又跑遍题了 但没没关系吧 我们往后面讲一点吧 啊 讲一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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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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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哪里漏了一些 对吧 你哪里你自己去自学的时候 你漏了一些知识点 这是对于你来说 对吧 很难受的一个点 以及包括你后续想要去学习爬松 对吧 想要去采集网易当中的一个数据 或者说你想去学习数据分析 网上开发自行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我们基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对吧 以及包括说现在郭沃与彭同学 现在也正在学习基础 可能吧 吧 现在应该也是正在学习基础吧 啊 这张图能发给我吗 我看看都要学啥 那张图 这张图当然是可以发 啊 当然是可以发啊 啊 你可以你可以直接找木质老师去 啊 加上木质老师吧 对 你可以去直接找 加木质老师 对吧 去要到这张图是可以的 好吧 是可以的 啊 像这个笑儿不语同学 对吧 嗯 呃 我要成功爬取了那个网站才会去报名 哪个网站 哪个网站 啊 这个彩票的网站是吧 啊 这个彩票网站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好吧 啊 这个彩票网站 跟你讲一下吧 对吧 呃 你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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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在这个里面 呃 你加上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啊 在这个请求的里面 吧 加一个这个 对吧 因为那个网站暂时是一个不安全的网站 啊 是一个不安全的网站 你要加一个这个 对吧 在我们课程当中啊 加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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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去采集那个网站 可能 啊 可能可能 可能你根本连数据都拿不到 你懂吗 是吧 数据都拿不到啊 啊 因为它是个不安全的网站 对吧 包括同学们现在啊 以前有同学啊 去爬起那些奇奇怪怪的网站 对吧 啊 啊 为什么请求不到数据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它的网站没有认证 对吧 呃 这次找数据为啥在element的里面 啊 不在这个network里面去找 啊 这个是有一个 啊 这是一个静态网页啊 对吧 这是一个静态网页 包括后续可能有一个 啊 有一个这个动态的网页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 对吧 后面有一个动态加载的一个东西 但是动态加载呢 他妈又在静态网页里面 就有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吧 对吧 在静态网页当中 他就有我们的数据 那么我们对吧 啊 就嫌麻烦吧 对吧 嫌麻烦我直接拿他就可以了嘛 对吧 就不需要去招包了嘛 对吧 嗯 像这个郭乙鹏同学啊 呃 你可以去找牧主老师 是吧 牧主老师那边可以帮你解决啊 啊 可以帮你解决这个500的问题 好吧 这个500的问题啊 可以帮你解决 啊 你可以找一下牧主老师吧 好吧 啊 啊 听到我说话了吧 应该听到了吧 啊 可以去帮你解决这个东西啊 啊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呃 啊 如果说呢 对吧 跟着咱们老师系统决心 其实像这些网站其实都是很小的一个东西啊 对吧 像这个各位朋友说的这个500网站 啊 这个网站去采迹 对吧 实际上非常简单啊 非常的so easy 对吧 so easy 对吧 啊 这关于这个点 对吧 尤其是像很多啊 像之前啊 有同学说 呃 三和四的 对吧 啊 还有这个四的 哈哈哈 老师 要爬去这个奇奇怪怪的网站 用高逆带里 是不是不会被人抓了 哎呦 啊 你这个 你 对吧 啊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正常来说啊 呃 对于我的一个理解来说啊 像这种奇奇怪怪的网站 对吧 你要去采集啊 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会被抓 但是你要去传播 那么不好意思啊 对吧 那么不好意思啊 对吧 你自己看是不违法的 对吧 但是你去传播 那么就违法了 对吧 包括说你现在去采集 采集这个数据实际上也是不违法的 你懂我意思吧 你去采集那个数据是不违法的 但是呢 你要把这个数据去传播啊 那么不好意思 对吧 我觉得非常可靠 哈哈 我觉得非常可靠啊 东西 对吧 啊 你不要用代理也可以啊 不用代理也可以 对吧 不用代理也可以 但是呢 你不要去传播就可以了 对吧 你自己躲在被子里看一切是可以的 但是建议同学们 啊 这种网站还是少爬吧 还是少爬 啊 不要去 啊 不要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边缘盘 这不好 对吧 这样很不好 好吧 啊 以及我们教大家的 其实也是一个合法的知识啊 你不要理解我 他妈教你爬虫 你以为这个东西是 啊 你以为这个东西是违法的 那不好 那这个东西就不合理了呀 对吧 实际上像我们这个爬虫 就是老师教的 啥 一直 我没有讲啊 刚刚同学们都没有听到好吧 都没有听到 我没有讲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我是教大家知识好吧 像刚刚刚跟大家讲 你帮我放了个屁好吧 你不要停啊 你到时候跟我 你到时候说是我讲的 我不认的 同学 不认啊 这个东西我肯定是不认账的呀 我什么也没听到 这个东西你当我没讲吧 好吧 我没有讲 我没有在公开课上讲 对不对 好吧 在这里暂时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吧 还是回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在这里啊 我们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地址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怎么说呢 可以把它存进来 是吧 for in一个sub inlis 对吧 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个数据啊 给它存到我们这个 所有的这个标签里面来 存到哪个地方呢 就去添加到这个里面来吧 是吧 把后续的一个这个例子啊 全部给它一个一个的添加到这个里面来 像现在的话呢 我们再次去打印一个吧 再次去打印一个sublist 对吧 再次打印 打印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哦 我们所有的数据啊 所有的图片数据就已经到了 呃 拜托鼠 拜托鼠 敲了是门了吧 好像是敲了 好像敲了 好像又没敲 对吧 不至于不至于 没这么吓人啊 没这么吓人 对吧 啊 这里的话呢 我暂时用一个这个吧 好吧 一个一个去添加 对吧 全部添加之后呢 我再次进去跟下载 对吧 再次进去跟下载 运行一下 对不对 网运行之后呢 我再次去看一下吧 对吧 下载成功没有啊 哎 对不对 有没有数据啊 对吧 有没有数据 对吧 啊 这是这张图片吧 对不对 这是这一个 这一画的一个图片吧 对吧 以及包括说 对吧 这是这个 对不对 那么后续我们要去讲的就是这个 啊 这个整本小说的法权 对吧 一整本小说的法权 后续是讲这个 对吧 现在是讲的一个一画 对吧 后续讲整本 对吧 那么当然对吧 现在就 怎么说呢 我现在有点饿了 对吧 我现在有点饿了 同学们应该懂我意思吧 对吧 我现在有点饿了 对吧 对吧 那么后续啊 对吧 现在先插播一条小广告 对吧 掐饭时间到了 对吧 要掐饭了 对吧 包括我们新的教育也要掐饭的 对吧 我们不是一家慈善机构 我们是一家线上教育的一家机构 对吧 去培养这个Python相关方面人才的一个机构 对吧 不是说不是慈善机构啊 对不对 这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一个事情啊 对吧 那么实际上啊 像我们现在奇登教育啊 有一套系统课程 对吧 有一套系统课程 这个课程的话呢 是去培养 对吧 培养这个 诶 专业人才 对吧 并且呢 是从零基础开始教学 对吧 是从零基础开始教学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咱们这个Python 或者说呢 你没有接触过编程 没有接触过电脑 也是可以跟着我们老师系统学习的 对吧 因为我们所有的系统课程教学 是从零基础开始教学 对吧 以及包括说所有的一些环境安装 软件的先安装 对吧 哪些工具的先安装 我们老师也会在课堂当中带着大家去做 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吧 这是关于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吧 这个东西你学完之后呢 对吧 以及包括说像我们课程当中啊 其实课程也跟大家去讲过 我们课程当中会涉及到三个方面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爬虫课程 对吧 以及像咱们的这个数据分析 对吧 还有咱们这个网站开发 有手机就行吗 派的可以吗 不好意思不行啊 不好意思不行啊 对吧 还是要电脑的呀 同学 电脑没有你学什么编程嘛 没有电脑你学什么编程嘛 对吧 你去感觉学了个屁对吧 学完之后也不能实操 对吧 也不能去携带嘛 对吧 这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 你要去学习学习我们课程 并不是说对吧 你没有任何的条件 对吧 没有任何条件 首先第一个对吧 你得有一台电脑 第一个得有一台电脑 对吧 一台啊 一台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买一个网吧 对吧 一台 一台电脑就行 不需要一个网吧 对吧 其实第二个就是 就什么呢 你得 你还是得什么呢 还是得认真 跟着老师去吧 你得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吧 因为像我们的课程 其实为什么要做出来 其实就是为了让很多同学 对吧 处理同学们去就业 或者说去处理同学们去 找去接外包 对吧 给同学们想办法去帮助同学们 想办法去赚钱 对吧 想办法去搞钱 对吧 第一个的话呢 你肯定是要跟着老师去认真的去学的 对吧 如果说呢你在咱们学区过程当中 你三天打一两天赛网 那么我不建议你去学 我不建议你去学 这个东西是需要你认真的跟着老师学的 对吧 你当然的话呢 你跟着我们老师学 其实我们也会去有一些 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吧 可以去保证你 对吧 可以跟着我们老师一直 对吧 一直系统去学 对吧 首先我们跟大家说啊 我们的一个课程其实就是有五个部分 对吧 基础进阶 以及爬虫 数据分析 网材开发 对吧 有这些内容 那么这么多内容的话呢 又有关键的话 有哪些技术点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图当中 对吧 其实都有 如果说呢你需要 可以去找上咱们这个木子老师 对吧 去要一下相关的一些 这个图片吧 对吧 这个技术点的一个图片 对吧 你可以去找木子老师去了解一下 对吧 去要这个图片也是免费给大家去给到 对吧 以及包括说呢相关的很多东西啊 呃 你如果说呢对吧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学习 对吧 你去学passion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那么这个图片呢 其实这个图片里面的一些内容啊 其实也可以去帮助你们 对吧 帮助你们去 去学习对吧 你要你学习哪些字典 对吧 你要学习哪些字内容 那么在这个图片里面也会详细的去写到 对吧 包括说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基础知识编程了一些规范 对吧 在这个图片里面也会去写到 也会写到 所以说呢像很多东西啊 对吧 可以去找木子老师要的这张图片吧 哇 像这个对吧 这是关于这个点 对吧 那么我们这些内容的话呢 所有的这些内容啊 对吧 学习完是七个月时间 对吧 七个月时间 你要在这个七个月时间里呢 你要跟着老师对吧 认真的去学 并不可能说你三天打热量赛网 这个东西对吧 你去找工作 那么肯定也是非常困难的 对吧 这个东西对吧 七个月时间内 你跟着老师系统就去学 对吧 学习七个月时间呢 对吧 就跟着老师就去做七个月时间 对吧 得一个学习 那么当然也并不是每天都学 对吧 像我们的一个课程上个时间呢 首先啊 其实跟我们的一个上个方式啊 跟我们在公安课上讲课其实差不多的 对吧 我们也是在腾讯课堂 直播啊 授课啊 在线直播授课 对吧 当然这个也是支持呢 并不是说你非得用电脑听课 对吧 你可以用手机 用其他的一些pad也可以 对吧 买不起抢不到空气卡 什么东西啊 以及的话呢 我们客户啊 对吧 会给你们去提供 对吧 提供这些像你们看到的这种录屏啊 对吧 录播 对吧 像你们看到的这种圆嘛 吧 以及咱们PPT啊 PPT啊 PPT啊 当然PPT会比较少 我们是讲的一些作业 对吧 等等的这些东西 对吧 课堂上有的一些资料 其实都会给到大家 对吧 其实第四个第三个点呢 就是关于咱们这个上课啊 就是你不用太担心 对吧 你只要有这个兴趣想要跟这老师学 那么我们肯定会有啊 有什么呢 有四个专业老师 对吧 以及怎么的 以及一个班主任 对吧 基本上就是五个老师 对吧 五个老师去解决 五个老师对吧 解决 对吧 你学习上 对吧 包括可能有一些生活上 啊 生活上 对吧 基本的一些所谓问题 对吧 当然你学习上呢 肯定会遇到各种的阴难杂症 对吧 像你们去遇到的这种 呃 其实像我们之前啊 就有同学去报名了 对吧 报名课程之后呢 他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像你们遇到的这种 环境安装啊 对吧 还有像刚刚这位 不知道这个 这个啥 郭雨鹏同学在不在啊 对吧 像郭雨鹏同学遇到的这种 啊 这种小问题吧 对吧 其实我们老师也会为你们去解决 对吧啊 当然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分为很多种 对吧啊 像你们遇到的这种 对吧 问题的话呢 可以通过QQ 对吧 语音啊 对吧 语音啊 或者说微信 对吧 以及像你们看到的远程 对吧 远程操作啊 这个远程操作其实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这个东西其实 呃 像很多东西啊 如果说零基础没有接触过的话呢 啊 他们连环境也不知道怎么安装 对吧 可能安装出来会出很多的问题 对吧 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老是可以去帮助你远程操作 对吧 去帮助你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吧 好吧 这是这个 其实第四个点就是关于咱们这个上课时间啊 对吧 啊 这个我们每周的一个上课时间呢 是每周的啊 啊 一三五 对吧 或者说是每周的这个二四六 对吧 直播 晚上的这个 晚上这个八点到十点 对吧 直播 收客 啊 啊 这个时间段内直播收客 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 现在这个这个时间段内啊 应该都是闲着蛋疼的一个时间 对吧 啊 咱们还有一个解答嘛 对吧 解答的一个时间 对吧 解答时间是每天下午 对吧 啊 一点 啊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 对吧 一直到晚上 啊 啊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对吧 十个小时 哇 超长 哎 时间 解答 对不对啊 这是关于这些内容 对吧 如果说呢 你跟着老师系统去学 那么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方式去帮助你去学会我 学学会你们学习上所有的一些问题 对吧 以及的话呢 啊 有同学还是担心自己学不会 啊 还是担心自己学不会 那么怎么办呢 对吧 那么我们每节课啊 啊 因为我们每节课啊 其实课后啊都会啊 都会有什么呢 有作业 对吧啊 这个作业的话呢 是去帮助你检测 对吧 检测你当天的一个学习情况 对吧 啊 这是关于这个点 其实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每个啊 阶段 对吧 都会啊 都会有什么呢 都会有考核 对吧 啊 那么如果说你你 你把我们像我们这个基础 对吧 像我们这个数据分析网站开发啊 啊 这些内容当中呢 对吧 你有哪一个阶段对吧 考核啊 没通过 对吧 怎么办呢 对吧 怎么办 哎 重修啊 肯定是要重修的 对吧 如果说你考试没过 就像你这个 呃 就像你这个毕业考试一样 对吧 你没过 那么不好意思重修 对吧 重修 那么当然啊 像你以前遇到的这种重修 可能是要收费的 对吧 那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 对吧 你我们一个考核里面通过 那么我肯定是免费重修 啊 免费重修 对吧 可以去免费的重修 对吧 呃其实第二个啊 就是还有一些同修会觉得 呃我如果考核通过了 但是我觉得自己 还没有办法去就业 那么怎么办呢 也可以去自己选择重修 啊也可以 选择重修 对吧 啊当然这个重修也是免费的 啊也是免费的 对不对 这是关于这个内容啊 对吧 你去学习咱们课程 我们会给到你们一些保障 对吧 以及包括说呢 像你把你们去找工作 对吧 你们也有一些保障 对吧也有一些简历修改 对吧 企业面试题 以及面试这些班 对吧这些东西啊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这就是这些内容吧 这些内容 如果说呢对吧 你对于咱们这个系统课程啊 对吧感兴趣对吧 想要去系统学习 可以去直接找牧师老师去聊一聊 啊这是可以的 对吧 其次的话呢对吧 你学完之后 啊能做什么呢 对吧 对吧 这是同学们很去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对吧 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首先第一个点啊 对吧 第一个点 那么你学完之后肯定是可以去找工作的 对吧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其实就是针对于同学们去就业去找工作的一个课程 对吧 你去学习这个课程肯定是可以去找工作的 而且这个薪资啊 对吧 你学习七个月的一个薪资基本上10k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啊是 没有问题的 对吧 这关于这个点你可以去找工作 当然这个工作可能是分为三个方面 对吧像咱们这个爬送税分析网站开发 对吧 这三个方面你可以去选择去学习 对吧这是可以的 对吧其实 第二个点啊 第二个点就是你可以去接外包 对吧 你可以去接外包 像我们的一个系统跟学员啊 对吧 你们去学习像 如果说你去认真学习对吧 一到三个月 是可以去接外包的 是可以去接外包的 而且这个可以帮助你每个月的一个收入吧 就是大概是多少的提高 提高一千 一直到三千 一千到三千 那把你的收入提升到一个一千到三千 对吧 或者说帮你的一个 嗯 工作内容吧 帮你这个零化钱提升到一千到三千 啊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啊 完全没有问题的 啊 那么一到三个月学习的是什么东西呢 对吧 首先这里的话呢是学习基础 以及进阶 以及爬送 吧 一到三个月学习这些内容 对吧 当然为什么我要说一到三个月呢 因为有些同学对于这个学费压力来说会比较大 那么当然你可能要付出比平常人要多一点的努力 对吧 你可能别人三个月学习完的东西 你可能一个月要学习完 对吧 那么一个月的话呢 我们以前视频也是有录播的 对吧 你你报名课程之后也可以去看 对吧 也可以去看录播 对吧 当然肯定是直播的 对吧 肯定直播的更香嘛 但是你可以去先 在我们课程当中 对吧 一个月你可以去把所有的录播看完 看完之后 对吧 你的技术肯定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吧 提升之后呢对吧 你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外包 对吧 可以去做一些外包 去做一些单子 接一些单子 对吧 这个外包像其实很多同学 其实也都有去接过 对吧 像里面去爬取采集 采集 像以前有些同学 采集bots指评 上相关 啊 程序员岗位 的啊 数据 内容 对吧 里面就包括一些薪资啊 对吧 等等一些福利啊 对吧 等等的一些数据制端 对吧 要直接制端 以及公司名 对吧 要你去把这网站上面的一些数据 给它采集下来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想一下 对吧 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样的一个外包 对吧 能够拿到多少的一个报酬 对吧 实际上就是300啊 300甚至可能更多啊 甚至可能往上走 对吧 这个外包你去想想 呃 你做完大概是同学们俩去学习我们课程 你做完大概是三到 呃 三到四个小时吧 啊 我是说零基础 对吧 零基础啊 对吧 如果说你有一定的基础 那么肯定你作为外包的完成这个项目的一个程度 肯定是越快的 对吧 如果说呢有零基础的同学 对吧 你去你去做这个外包 对吧 学习我们课程一到三个月 学习完之后呢 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外包 对吧 那么花上三到四个小时 对吧 就可以去一个小时 啊 100 对吧 也不是很亏吧 啊 也不是很亏 对不对 你可以去想一下 对吧 如果说你的一个外包渠道更多 外包外包的一个渠道 包括你的一个对吧 包括你工作的一个渠道吧 对吧 各种渠道其实越多 对于你来说 对吧 你的一个工资肯定就会更多更高 对不对啊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对吧 学完之后可以做外包 对吧 把你的一个工资 把把你的一个零花钱 提升到一千到三千 对吧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 对吧 你可以去跟着咱们老师学习 对吧 可以去达到这些程度 那么有些东西说 诶 我的一个外包 那渠道没有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对吧 实际上我们会提供 首先第一个我们 我们知道的所有外包渠道 都会提供给学员 提供给学员 其实第二个点 就是关于咱们这个 其实有些 像我们 像我的话 像其他老师的话 其实也会 老师 也会 有时候 也会有人 找到 去 让我们老师去做外包 让我们老师去做外包 那么这个外包的话呢 那我们也会 也会提供给咱们这个系统更生学院 对吧 系统更生学院 所以说呢 像很多同学如果说啊 你跟着老师系统学习 对吧 你根本 你不需要太担心 你没有 你接不到外包 你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你要担心的是 你有没有这个技术去接外包 对吧 你的一个技术能力 能不能提供你去接外包 对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当然很多同学会说 诶 我如果说 我如果 接了外包 不会做 怎么办呢 对吧 怎么办 也可以找老师解答 也可以找老师去解答 也可以找老师去解答 对不对 老师也可以去帮助你提供一些思路 对吧 甚至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 对吧 也是可以的 对吧 这是关于这些点吧 如果说呢 对吧 你有兴趣想去提升自己收入的一个同学 你可以去找不少时去 去聊一聊 好吧 就关于这个点吧 然后我还有这个东西 给我敲个一 看一下 我现在后续还有内容 好吗 好吧 现在东西在吗 好吧 我签个道 有一个比较牛逼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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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不拉出来给大家去讲 我操 我操 比较牛逼 比较牛逼 还是一直支持我们公外课的一个学员 有一个学员吧 对吧 我操 听我们公外课听了100个小时 我操 还是比较狠的 我操 这么坚持我也是没有想到的 太狠了 好 然后的话呢 就来到咱们后续的一个内容吧 来到后续的内容 因为咱们这个课程啊 还没有结束 对吧 后续的话呢 还有这个整本小说的拔曲 对吧 那么对于整本小说的拔曲的话呢 呃 这里就 就暂时要把我们这个代码啊 对吧 暂时给它先注释一下 对吧 暂时给它先注释一下 上面的这些内容吧 暂时给它注释一下 因为我们后续的话呢 我们去做一个 做一个整本小说的拔曲啊 呃 我们实际上也给 也要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咱们的这个思路啊 好吧 也要给大家去分析一下思路 呃 首先啊 整本小说的拔曲 呃 我们首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回到这个地方 啊 回到这个网址 对吧 回到这个网址 呃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 一个受害者啊 就稍微变了一下 对吧 虽然这个网址还是没变 啊 但是这个受害者就 网址的内容吧 就相对来说变了一下 对吧 啊 关于这个我们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 我们要请求什么呢 我们要请求这个网站 对吧 这个网站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在这个 呃 在这个里面去复制的一个网站 对吧 在这里复制的网站 我们现在把它粘进来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 呃 其实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去获取 获取数据嘛 对吧 就获取数据 当然这个获取数据中 也是原代码吧 也是原代码 对吧 其实第三个 我们就是要去解析 要网页 原代码 对吧 解析里面的数据 我们要获取什么呢 获取每一话 啊 每一话所在的地址 对吧 所在的一个链接地址 对吧 啊 我们要去获取所谓的一个链接地址 比如说现在我们去点第一话 对吧 去点击第二话 对吧 去点击第三话 大家都会为我们去弹出这样的一个界面 对吧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去右键 点击查看网页 对吧 不是 右键去点击这个检查 调出这个开发者工具 对吧 对吧 我们去选中这样的一个标签 对吧 你会发现 我们所有的一些网页地址啊 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都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点击它看一下 对不对 好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同样还是通过css的一种方式 对吧 首先啊 我们去请求到这个网址 对吧 首先我们去请求 第一步的话 我们去请求 同样也是通过request 点上一个get 对吧 去请求 请求哪个网址呢 这个网址就骗了一下 对吧 对吧 这个网址就变了一下 变完之后呢 我们去请求啊 他要给我们去返回一个response response risp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response的话呢 同样啊 我们要给它存入到这个里面 对吧 存入到这个里面 这里的话呢 我就暂且啊 用一个 我就直接点三个test 对吧 直接点三个test 然后后续的话呢 所以我就把它这个select 这个puzzle 模块重新启用一下 对吧 给它存入到这个puzzle里面 对吧 resp 存入到 好 存入完之后呢 在前面啊 我用一个select 对吧 去接收一下 好吧 接收之后呢 那我暂时啊 用一个这个 嗯 标签吧 对吧 用一个标签 存入select 点三个css 对吧 首先啊 我们去提取这个id 对吧 提取这个id 把这个ul标签啊 给它提进来 对吧 先找到这个ul标签 对吧 ul标签下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li 对不对 有咱们这个li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往 继续往下面去走 对吧 对吧 li里面有两个a 同学们注意 这里现在啊 有两个a标签 对吧 这两个a标签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暂时先 把这个网站 都给它放在上面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正常来说 点击进去看一下嘛 首先 这里你会发现 哎 他给我谈到了 另一本漫画 对吧 这另一本漫画好像 跟我现在所处的 一个漫画好像 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对 那么我们实际上 要获取的就是第二个 这个标签内容 对吧 那么这个第二个标签呢 我们首先还是 还是来到这个a标签 对吧 来到这个a标签 下面的a标签 我们要提取第二个nt t h 杠什么呢 杠一个c h i l t 里面的话呢 我去填写一个2 对吧 去取到第二个内容 但最后的话呢 我要拿到它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去拿到它里面的一个herf 对吧 当然里面的话呢 我就要通过两个冒号 对吧 然后的话at dr 里面的话呢 去填写这个herf 对吧 然后点上开get 啊 对吧 我们再复制一下 为什么要复制一下呢 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标题 要给它提取出来 对吧 还有一个标题 标题怎么去提取呢 test 好吧 前面的话呢 我暂时啊 用一个title 这里是uil list 对不对 后续的话呢 是一个title list 对吧 然后后续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一个循环 对吧 里面的话呢 title 以及uil 另一个zip 对吧 里面我去传入 像咱们这个title list 对吧 以及咱们这个uil list 把里面的话 我去循环嘛 循环里面的那个内容 下面的话呢 我全部给它取消注释 然后缩定一下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个标题内容嘛 当然现在的话呢 我现在要把所有的这些标题啊 给它存在 对吧 比如说 现在第一话 我要给它存在第一话这个文件夹下面 对吧 第二话 第二话我要把它存在第二话的这个文件夹下面 对吧 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os模块 对吧 这里我导入一个improm一个os 对吧 去导入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模块 比如说 在这里的话呢 呃 在这前面吧 对吧 在这个地方大概是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创建了 对吧 我们去创建 对比如说 我们去这个title 对吧 for一个什么呢 呃 这里的话还是if吧 if not 如果说呢 当前的这个文件夹 os里面的这个 呃 这个文件夹 点上一个x 如果说当年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邀神记里面 对吧 如果说当前这个文件夹呢 没有出现 怎么办呢 啊 没有出现 我就新建一个os 点上一个 macdr 对吧 把这一个文件啊 把这个文件夹啊 给它新建一下 诶我操 吧 给它新建一下 对吧 新建完毕之后呢 我要把每一本小说 对吧 每一本小说的内容 我给它存在 它们不同的一个文件夹下面 对吧 啊 但是前面的话呢 我给它把这个title 给它传进去 对吧 前面写一个f 好吧 但是这里的话呢 我也可以把这些给它干掉 把这些给它干掉 全部可以干掉 对吧 啊 存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对不对 啊 但是后期的话呢 哎 这个也干掉 点上一个GPG 好吧 好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图片啊 所有的图片内容 对吧 全部进去保存 对吧 当然这里的话呢 我要把所有的网站 网址的地址给它改一下 对吧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A标签里面 对吧 这个hif主信 只是一个片段的一个地址 对吧 这个片段的地址呢 我要给它进行一个偏接 对吧 然后里面去写一个URL 对吧 然后前面写一个F 对不对 对吧 这就是我们现在啊 所谓的一个内容 当然这个Select 我想 把这个名字改一下吧 一 重复 变量名不要重复啊 注意同学们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 后期段呢 我们可以去打印一下吧 这个前面啊 我去打印一下 对吧 打印一个什么呢 F一个杠 对吧 然后里面正在 爬去 对吧 爬去什么呢 爬去咱们这个title 对吧 然后 把这个写一下 对吧 正在爬去这个title 爬去哪一页 对吧 以及这是爬去哪一话 对吧 当然里面的话呢 你还可以去写一下 对吧 正在爬去哪一张图片 对吧 也可以去写 对吧 但后期段的话呢 我就暂且不去写了吧 正在爬去 对吧 以及打印一个什么呢 打印一个title 对吧 爬去 成功 对吧 以及前面的话呢 其实还可以做一个打印啊 爬去 print 里面你去写 比如说 F一个什么呢 F一个 第 第几页呢 对吧 D咱们这个str 以及咱们这个index 第几页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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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次进行个打印啊 再次进行个运行 对吧 然后他就会为我们去爬取所有的些内容 对吧 这是整本小说的一个内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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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了第几话 对吧 到了第七话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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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学ー 我觉得可能會出现一个爆 summar 不知道有没有 我们慢慢看吧 后续可能会报错 但是现在没有报错 可以先不管它嘛 像现在有同学在吧 这个徐蕾同学 其他同学 还有同学在嘛 还有同学在给我敲个一看一下 好吧 威廉同学 跑路了吗 威廉同学 对吧 木有 木董有词同学还在 对吧 这个L同学 直接给我来了个2 L同学不在 好的 对不对 那么这整本小说的一个内容 就给我们采集下来了 对吧 就给我们去采集下来了 当然最后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通过本节课的一个内容 对吧 你可以去采集这个网页当中的一些 采集到这个酷爱漫画当中 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这个数据吧 其他的一些这个漫画的一些数据 对吧 当然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 这也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网址 对吧 在这里面 其实所有的一些网站嘛 其实都是免费的 你可以进行一个pinout的采集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像日本漫画的话呢 可能 可能比较好看一些 总共一画 对吧 像这些漫画呢 其实也可以进行一个采集 对吧 都可以采集啊 那么如果说呢 对吧 对于本节课的一个 这里还有VIP吗 没有 对吧 对于本节课的一个内容呢 其实基本上 到这里结束 对吧 其实还有可能后面还会报错 到现在还没有报错 到后面 到现在还没有报错 那么要不算了吧 我就不如讲这个报错算了 它到现在还没有报错 据我所 据我的理解来说 应该是会出现一个报错的呀 对吧 以前写这个 它是会出现一个报错的 到现在还没有报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封IP吗 这个不封IP 报错怎么解决 这个是跳过 同学 这个微谈同学说的是跳过 跳过这个报错 但是我要想的是 就是不能给我缺少东西 对吧 像网站的数据 不能给我缺少 我肯定是要全部下载下来的 对不对 肯定是不能直接给它跳过 对吧 跳过太敷衍了 对吧 优优独播宾 感谢观看 不对劲哦 还没报错 这不对劲 这不符合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应该是会到这里 应该会报错的呀 当然这个还是在更新的呀 还是在更新的 然后的话呢 像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姑且着它应该也不会报错了吧 那我就不解决吧 具体的话呢是什么报错呢 其实可以给大家去简单讲一下 具体的话呢 就是这个文件名的一个报错 就是这个文件名的报错 像我们这个煤化的一个标题吧 在我们这个文件夹下面呀 就比如吧 就比如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吧 要去新建一个文件夹 对吧 新建个文件夹 在这里的话呢 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一个名字 名字我现在取一个什么呢 取一个监控号 对吧 就会出现一个报错啊 不会 这也不是报错吧 这就是我们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面 有一些文件的一些命名规则吧 大家要遵循这个规则 才能去新建文件夹 对不对 如果说呢 你对于咱们这个文件夹啊 对吧 有一些新建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报错 对吧 这个问题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去解决的 对吧 这个问题 将这个问题吧 出现 不能出现任何制服 对吧 实际上可以去解决的 对吧 像我们现在的话呢 去看到这个网址 往下面去翻嘛 对吧 可能我们去搜索一个腰神记 去回车看一下吧 对吧 来到这个里面吧 对不对 展开这个网站之后呢 你会发现 找一下吧 里面有没有一些 不符合规则的一些 一些名字吧 一些章节名字 当然这里好像没有啊 没有的话呢 那么 当我没说吧 那么当我没说吧 正常来说 应该是大概啊 应该是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到这个地方 应该会报错 应该会报错 到这里 那么具体的话呢 怎么处理这个报错呢 实际上可以进行一个替换 好吧 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进行一个替换 首先的话呢 这个tetle 对吧 然后让他腾讯等于吧 等于咱们这个21 点上一个sub 好吧 给他进一个替换 里面的话呢 可以去转入一些东西吧 在这里 21模块要导入一下 郭语鹏同学回来了 对吧 好像你没有找木子老师 对吧 后续你加下我的微信吧 好吧 这个郭语鹏同学在不在 后续加下我的微信吧 也讲了这么久了 对吧 我把我的微信给他发一下吧 我抢一下我的微信号 你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吧 我把微信号发了一下 对吧 你可以加一下我吧 帮你解决一下那个500的问题啊 对吧 比较离谱啊 就比较离谱 对吧 以及你以后续的话呢 你想要去往深入的方面去学习 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你去呃 需要你去学习那个爬送的这个课程的 对吧 好吧 这是这个吧 提醒你一个东西啊 对吧 像我现在讲课所用到的一些知识点 对吧 一些内容 实际上的话呢 你要去真正的去掌握 对吧 你也要去系统的学习啊 对吧 因为你去学的基础 其实对于这个方面你应该是更加了解的 对吧 更加了解的 好不好 这是关于这个吧 或许大肯定会报一个错误啊 这个错误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好吧 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我已经去给你们去解决了 好吧 这是关于最后这些东西吧